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 他曾为多个电视剧书写作品 他的作品被人称为 《进度似延然,远观若非仙》 他就是著名书法家 中国书画院副院长宋瑜 宋瑜原名宋生名 别名主书宣主 也贺义是黑水山人 1947年生 黑龙江牡丹江世人 现任中国书画院副院长 宋瑜书法艺术及其人生经历 富有传奇色彩 宋瑜的祖上曾在京做过一品大员 外祖父的父亲和姑父左宝贵 都在甲午战争中双双阵亡 为国眷屈 直到甲午战争后 才移居黑龙江 其家族是书法世家 他的父亲更是能师善书 博古通经 受父亲研习书法的影响 宋瑜从小就喜欢习文弄墨 六岁开始 启蒙于父亲的 炎 柳 赵 三家合一的书法体式 而后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探索 别具一格 将转 立 卫 楷 形 草 融为一体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书法艺术风格 宋瑜早年从事过 诗歌 散文等文学创作工作 而且擅长冰雕 二胡 古针等传统文化艺术 因此 宋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功底 这为他的书法艺术事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传统延续性的书法家 宋瑜不断研究学习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遵从笔墨神领的传统文化法则 又积极吸取 诗 书 乐相结合 不断提升扩展书法作品的内涵 意境 书中有诗 诗中有书 造就了宋瑜鲜明的艺术风格 国家一级作家刘湛英撰文称赞宋瑜的书法说 宋瑜运笔刚进有力 作品令人心旷神怡 他那充分张扬个性的行草书体 注重章法追求意韵 多用中风加枯笔 既大气磅礴 囚禁豪放 又潇洒舒展 含义神飞 使之刚柔相继 这恰如大文学家汤贤祖所言 净度似延然 远观若非先 宋瑜认为书法艺术既要继承也要发展 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我的书法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又有个性的东西 因为我从小就七一八岁 跟我父亲学的是烟柳赵 赵某福 柳公泉 燕真青的 主要以燕真青为主 燕真青的燕体为主 左里长桥 而且我几十年搞了这么多的艺术 比如我搞音乐 我的拉尔胡 我唱名歌 我也搞大型冰雕 是不是 搞国家彩绘 又搞诗歌散文 是不是 或其他好多好多 还有很多的艺术 这个艺术就是 主要说来就是 我的还是刚才成功的以外 必须有继承 然后才有发展 他认为 好的书法应是一首优美的壮物勇志诗 一支充满旋律的歌 一幅充满意境和色彩的画 一个飘然绿洞和婀娜多姿的舞蹈 宋游的书法容显觉 秀美 绿洞 韵味 意境为一炉 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他的每一幅书法作品都是一首优美的诗 回味无穷的话 震天汉地的歌 这正如一个记者对他画风的描述 书到即时 书四画 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田博平 在《送予书法艺术序》中说 他的书法里有诗 有画 有音乐 有舞蹈 有气功 有铲雪 更像充满玄机 奥妙无穷的兵眼布阵 实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轰然倾泻的瀑布 实如平湖微雨中寒情默默不尽的涟漪 阳春白雪与夏里巴人 协奏共鸣 一曲同工 宋渝对作品精益求精 作品风格独特 各不相同 他的长卷作品《百龙图》 长24.5米 宽0.6米 用不同的书法体式书写了《一百种龙》 可谓是字字神采飞舞 各个神态迥异 刊为当今旷世之作 宋渝的书法作品不仅令人赞叹 其为人诚恳善良的品德 也被业内人士所敬仰 经常有些不熟悉的人跟他求字 他总是欣然接受 高兴地为别人书写 他经常参加公益活动 把拍卖的书法作品均献于公益基金 他的人品非常的好 他也非常的幽默 也很健谈 也很幽默 他看到他的字就愚蠢看到他的人 所以说的盛老师这人应该说是得意双心 我应该在这里来讲应该向那个圣渝老师学习 学习他的敬意 学习他的热情 学习他对党 对祖国无限热爱 学习他对同志像村里班的温暖 也学习他他的敬意的精神 宋渝现任中国书画院副院长 走进中国书画院 在其正墙上悬挂着一幅 属风流人物环看今朝的书法作品 这是他为中国书画院专门提写的 字字刚进有力 各领风骚 宋渝工作之余喜欢读书 他说中国文化远远流长 博大精神 作为一名书法艺术家 应当读透中国文化 将之融于书法艺术中去 宋渝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并应邀为老屋 新宫风云 浪漫的事等 多部电视连续剧撰写书法 其在高五米 宽一点六米彩筹上书写的 属风流人物环看今朝和中国龙两幅作品 参加了2005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亚洲二十一国首脑经济论坛书画展 事后 这两幅作品被韩国釜山国家展览馆 永久展出并保存 他的书法作品不仅被国家机关 团体 启示业单位及国家政界 军界 文化界领导所收藏 而且还被韩国 马来西亚 俄罗斯 美国 澳大利亚 法国等国家 及中国台湾 香港等地区的友人珍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摩万机 环间静 任尔东西 南北风 这就是送于书法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